今天還在糾纏無人機的問題 昨天說,你把天文台都拘捕就算了 其實說真的,你說你不搞無人機 因為聽了天文台的說法 天文台覺得是太陽風暴,很不安全 其實最尷尬的就是 你這邊有太陽風暴,一早就說了 你這邊有太陽風暴 那旁邊深圳也有太陽風暴 為什麼深圳人們看得這麼開心 你看到華華的聲音 好像整個銀河系在你面前 無人機搞得很成功 甚至台灣的TVBS都在說 認同你說做了兩項世界紀錄 這麼厲害 不是完全沒有意外 真的有太陽風暴 只不過就是,你看到 在深圳那裡,至少在龍江區就取消了 其他那些,我們說起碼有四區 有龍江、羅湖、福田、大鵬這些 那他們呢 他們呢 他們呢 遲了10分鐘 準時上演10分鐘 OK 都沒事了 但是縮減了規模 但是最重要呢 就是你叫好叫座 你看到反應是不錯的 深圳居民廖女士 太好看了 現場看得太高興了 太激動了 是吧 專門過來排隊 很喜歡看 是吧 那這些呢 其實就是 深圳看了 深圳看 他們就 未至於 我想 會不會是 反而有些想看無人機 香港人專門上去 真的 但是又這樣問 我們都講過 中國大陸其實很多地方都有無人機表演 是 故意上去看深圳的無人機表演 還有我在家 我搭車出纖沙咀 都差不多 甚至乎今天東區 好像有做了一個無人機表演 是吧 就是跌落地下 摩扎沙 簡單的說 香港其實都有縮減規模 那我就是東區 我不搞維港大會演 就是這個安全系數的問題 講到尾就是 那其實呢 就害怕 一早就害怕 就說有意外 如果勉強表演 就或者有意外 你現在 或者這樣說 你Touchwood 深圳呢 就出了事 不就是深圳沒有出事 但是 起碼就是說 如果 這個就是考 你的價值觀的不同 香港就見到你有風險計數 你會出事 寧願不搞 深圳呢 就是他 覺得要搞就要搞 就是掌官意志 那要搞就要搞 大陸有什麼不值錢 簡單的說 香港好話不好聽 你說什麼 太陽風暴失控 其實明白的 其實明白的 一般香港人是會明白的 但是呢 就是這樣說 這些狗官走出來的時候 就反而整件事 其實那些人就會爭鬆 就是怎麼說呢 你不出來就比出來 香港人會信專家 信天文台的科學主任 但是你 楊潤雄這些傻子 這些就是真的 其實他有什麼厲害 就是做屎片師厲害 其實是為爭而爭 其實他又不是跟你說 你說我信任 我們相信天文台 我聽了天文台的勸告 就不應該去玩無人機表演 有些人都不明白 其實很正如昨天 就有些網友問 為什麼飛機飛到 無人機飛不到 其實真的很簡單 其實是 那個抗干擾的能力 是高一點 飛機是 我們自己玩過無人機 都明白這個道理 但是呢 楊潤雄出來說什麼呢 我相信遊客也好 市民也好 其實都能夠理解 你理解到那個原因 然後又說 其實這個無人機表演 就不是最重要的 我們當日的重點 都不在無人機那裏 兩個節目的重點 都不在無人機那裏 這種就是 有些酸葡萄 你回答這些問題 我更正一句 做屎片師都不合格 如果你做屎片師 你不要給別人感覺 你在那裡酸葡萄 跌落地下 拿回紮 我們對比以前的官方的說法 你雖然取消了一兩個環節 最重要就是大家開心又安全 你說精彩固然重要 但是都不希望出事 就正如十年前 南丫島海難 這是梁振英一世的污點 是啊 你這樣的話就不好 你到現在的法庭 是故意卸了一份報告去 又說千生 重點在哪裏 不是無人機那裏 是什麼 是新生代千人合唱賀國慶 這些年輕人 青少年 很有熱情 將來籌備的時候 會更加留意 有沒有天文現象 其實你都留意了 不用說那麼多 那些事情就交給專業的去做 梁榮某昨天都解釋得很好 但是這條數目呢 他們就覺得就交到功課了 因為就已經有二十一二 二十二萬點一 二十二點一萬的大陸旅客 就來香港 就算是疫情以來 單日新高 但是呢 就現在不同以前 你雖然人多了 但是又是 其實 那些人是不用錢的 我見到你 張宇仁 國慶也是吃麵包 你不要期望人家 就是大陸人來到香港 洗錢 昨天的網友都在補充 有人說什麼 在加拿大見過 張宇仁說 他本身就是孤寒財主 吃慣這個茶雞 就是吃茶雞 本身就是妾人 就是本身就很省家 我就說 這些人就注定被這個湯文亮恥笑 你不要說自己是上等人 真的 還說要代表飲食界 問題是 焦點是代表飲食界 你本身是飲食界議員出身 然後 然後 你在國慶裏面 鼓勵人家消費 那自己真的是吃麵包 吃茶雞 吃Pizza Hut 買一送一 燕麥咖啡 你不是銷售香港的特色 喂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找鄧炳強去代表飲食界 好過 那些網友都在說 我們歐了 因為我們以前在香港的茶雞 真的經濟實惠 但是今時今日 現在都不便宜了 現在都不便宜了 反過來就是 每個人都要七仔搞定 即是你大陸人 你雖然 你現在說 恢復疫情前 但重點就不是他們消費 你看看 黃家和 其中一個焦點 你看黃家和 你現在是 有二十幾萬回來 但是他又覺得 其實昨天的生意額 那個飲食業生意額 去到三億元 是追平了去年同日的數字 人流理想 是因為港股近日回用 是令到香港人的消費力增加 提也不提大陸人 當然不提大陸人 我們昨天才說 那個深圳老鐵 說過來香港最多是買一瓶水 免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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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楊潤雄那些 最喜歡死撐 死雞撐飯蓋 你說倒閉嗎 我就看見人家開門 就是為咬而咬 明明不是事實 還有今日01 都繼續做 國慶大陸人來港消費的專題 就是 整班大陸人 去到貝奧局露營 搞到大嶼山 那一帶鳳凰勁 就有周地垃圾 之餘 亦都走去問 這一班露營友 喂 你的東西在哪裏買的 他們說 寧願在深圳買三百多元 魚蛋和肉類 都不會來香港買東西 甚至是 營地附近的士多 他們都說 那班大陸人過來露營 是不會在這裡消費的 最多買兩支水 是 其實 與其你聽誰 即是 張宇人那些 黃家和那些 不是 黃家和 剛才都在說事實 其實是說事實 大家現在的重點就是本地消費 本地消費 那些股票又炒上去 大家都高興 在那天爽手一點 其實這個就比較實際一點 喂 喂 大哥 現在所有香港人在刮你們兩個 是吧 什麼時候趕何馬走 什麼時候趕何馬走 一個何永元 一個羅淑貝 他們現在 起碼他們現在有回應 有回應 上司回應 他沒有告訴你 他是回應的倒閉潮 但是 這些就是用行動來spin 沒有倒閉 我們益年輕人 我們益年輕人 我們現在說要搞一個 創業家key day 在油堂的大本營 大本營 什麼叫做油堂大本營 什麼叫做油堂大本營 我記得不是這個營 我記得不是這個營 有個大 有當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有油堂地鐵站相蓋 就是大本營 這個 他就說 共足企業家 現在就說房委會的商場 就說給一些什麼 就是他有什麼活動 就給一些人在那裡 玩創業的遊戲 那樣 他就說 他說 接下來他會選七個商場 分別是大本營 大本營 真的是一個商場 是啊 看鑽商場 海麗商場 水泉澳 這些 很多水泉 至少我知道 水泉澳已經死了一半 已經是 專選這七個死場 大本營不算死 因為我記得 哪個 海麗死下 海麗是不是也死死的 海麗都 半死狀態 半死狀態 黃厚山 如無意外是新的 是啊 梨木樹 就是那些死了的屋村牆 我記得是 他就說 為期七個月 就說 給一些人去申請 就搞這個 是不是叫做免租 給你創業 是吧 就說 無需交租 可以 就是 幫那些什麼 進行 基本店舖翻新 和市場工作 還可以得到這些協助 定期檢視 商店的經營情況 那 其實這個 這就是做一些好事 我們不是為罵而罵 那 如果 很多人生意做不行 那你給他們一些 incentive 你不要在這裏 說 什麼 执十開十七 就是這樣說 同時間就是 你在這個倒閉潮裏面 就是 你的倒閉群組裏面 大家 李根興 追擊手都在數 李根興 逐個舖都要 劈租 甚至有些 劈租到去半價的時候 你說 發展局 或者是 房屋局 看到 政府旗下的商場 開始的空置率高 都不是辦法 那我不如 寧願 給你那些年輕人 就去搏一搏 那可能還有一條血路呢 那你年輕人搏一搏 其實我想 應該是創業proposal遊戲 其實是 大家提交一些創業計劃 現在就說 好像得到180份申請 在七個商場裏面 就免租給你做生意 那 現在可以說 這些參加者可以獲利 那房委會 就要收取 淨利潤的百分之 純粹你有錢賺 他才分回20% 那 那就吸引 但問題 Sam 聽說了 你看那些 位置 除了大本營 其他地方 其實很難去 就是這樣說 所以現在 現在去做roadshow 就去大本營做 就是他不可以告訴大家 我專門選死場 就叫做一街坊 死場就不叫一街坊 死場是不是都沒有人租 他寧願 就說找一些吉舖來做一下善事 那就是其實可以 叫做一些事情 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死場 你死不完 是啊 你一半的商場在這裡 你都叫死場 但是海麗商場真的很難去 但是你怎樣 因為你突然間賣大包 被一些人免租 在那裡進駐 那這個理由 如果不是的話 繼續在那裡留守的商店 就覺得很不公平 為什麼他們後來就可以免租 是吧 就是因為現在變成死場 然後我們做得好生意 我們就留在那裡 然後呢 你又被他愛人免租 是吧 那你要找個理由 你現在就包裝了 現在包裝就是 我現在要幫青年人創業 你給我 我就給你玩 以幫青年人創業的名目 去填吉舖 這個呢 就是我們事其事 我覺得是做得對 其實是做得好的 其實是 因為其實這個就叫善用資源 本身 喂 不租白不租 都本身都沒有 本身都租不出去 都不是成本來的 那現在我起碼呢 挽回一點點 的一些民望先 是吧 做一些實事先 那李家超不出來都正確的 因為你有兩個人 就很討厭的 一個是李家超 一個就是楊潤紅 如果兩個人出現的話 就會變了味 不是啊 還有第三個 那個叫鄧炳強 鄧炳強 現在就 就經常說自己 沙頭角KOL 這個大陸美食KOL 來的 他自己的Facebook裡面 那你剛才說 是不是七個商場 就不是說 個個都是死場 當然啦 那你當然要留一個 大本營 一個這樣的地方 而不少幫他做show 相對旺 是啦 旺 那我做場show 才是帥哥 是不是啊 還有說真的 我大本營都不是死場 就算我做善事 我都是做一間兩間 有什麼所謂 但是我起的宣傳作用是大 大問題 如果你說 假如去水泉澳 本身已經正英英 很難解 是啦 就沒有做show的效果 所以其實是經過計算的 即是叫做6加1 一間就是旺場 一間旺場 其實他只是租一兩間出來 你不要以為他很慷慨 還給你廁所位 就是這樣看 其實根本上主要目的就是 他現在的死場 那些死場吉舖 散貨 乘機散貨 為什麼不選擇 之前葉劉有去的那個 香港仔街市 可以給年輕人創業 那個是智庫 智庫是由中產場變死場 因為移民潮 所以我覺得羅淑貝有點野心 羅淑貝 再加上如果你斬河馬的話 這個可以取代李家超做特首 真的可以 是不是 這個算是不錯 做一些特政 那輪到鄧炳強斬你了 做這些事情 鄧炳強